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心灵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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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音儒 这首Saxphone是由非常非常厉害的 萧东山老师所吹奏的 这首呢叫做夜半歌声 好沉淀心灵的一首音乐 当心灵沉淀下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余力跟有空间去思想更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清静大自然或者是聆听好的音乐都很有这样的效果 最近呢我读到了一篇文章 小黄豆的秘密 这个小黄豆呢 它其实是豆莢的种子 这个豆莢有什么特性啊 你知道吗 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吧 最近走在家门前的小狮子路上 常常捡到一些扭扣大小的黄色豆子 外面像上了薄薄一层的法郎词 扁圆油亮 拿在手上硬硬的 哎 很扎实 后来呢 在草地上 家门口的水泥地上 都看得到这种可爱的豆子 希望知道 它是什么植物的孩子啊 树上没有树藤寄生植物 爬在围栗上的 又只有切牛花跟野葡萄 它们的种子不是这个长相 可以断定 小黄豆的妈妈 不住在这个院子里 我知道有些植物的种子有翅膀 成熟的时候会乘风飞到远方 寻找落脚的地方 可是 这个有点胖胖的小黄豆 没有翅膀 一点都不像会飞翔的种子 我把搜索的范围扩大到 门口马路对面的灌木虫 路边是一排浓密 超过三公尺高的牧草墙 有些比较高的树冠 还会开出一串串的黄色花朵 我带着丛林刀 绕过牧草区 在灌木虫中开出一条小径 在豆磕的灌木上 发现很多 咦 咖啡色的豆甲 采集其中几个豆甲 摇晃的时候 豆子在里面会发出咔咔的声响 当我用力扭开豆甲 一颗颗美丽的小黄豆 落在我汗水淋漓的手中 终于找到小黄豆的妈妈了 我把采集的豆甲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小黄豆是怎么越过牧草墙 飞越马路 落在前院 依旧是一团解不开的谜 几天后的中午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新闻 家里的猫 拥拥懒懒地躺在茶几上休息 豆甲就在猫的脚边 平静的空气中 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茶几上不知道什么东西 炸开了 碎片飞散在客厅四周 受惊吓的猫从茶几上跳起 飞快地往屋外窜逃 我也从椅子上跳起来 等我回过神 在地板上找到一副扭曲的豆甲 即散落在客厅的小黄豆 原来豆甲会像鞭炮一样炸开呀 我试着把豆甲扳平 可是它像弹簧一样 怎样都无法扳平 豆子是靠豆甲左右旋转的扭力 爆开 将豆子给弹射出来 把种子射飞到远方 在阳光烘烤下 豆甲不断改变密度 干燥的空气 不断加强豆甲的扭力 一直到了极限 豆甲就爆开了 这就是小黄豆 飞落在我家前院的原因 植物不能自己移动 但是它们播种的方法 却各有巧妙 靠风 靠水 靠动物 小黄豆是靠豆甲的弹力 离开母亲树 在生存的道路上 它无权选择落地生长的位置 好像只能任由命运决定 小豆子的生或死 如果真的这样 那就是屈服于命运了 但其实不管是动物或是植物 都得靠自己的努力 及毅力来战胜 恶劣环境 才能生存 生命中的智慧 无所不在 奇妙的大自然中 还有很多尚未解开的智慧 自大的人类 以管亏天 看到的只是芝麻绿豆大的知识 也只有井底之蛙 才会骄傲地以为 人定胜天 自己很聪明呢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一篇文章 小黄豆的秘密 或者说豆莢的秘密 出自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 他们所出的杂志 哇真的是一篇好文章耶 其实我很喜欢看 跟大自然研究 或者是观察 有关的文章 这些文章呢 让我更多的认识了解 这个大自然的奥秘 从中呢 更多的去看见说 哇每一个生命 都是独特的创造 都有它的意义 有它的价值 也有它的功能 而且呢 也让我更多的去思想到 哇连小黄豆 这个豆莢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用处 那更何况 是身为人类的我们 岂不是更有造物主 美好的计划吗 对我来说 这个造物主呢 就是上帝 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 有记载到 上帝如何创造 宇宙万物 然后各从其类 圣经还记载了 上帝创造完之后 上帝的眼光是怎么样 上帝说 圣好 圣好就是非常非常好 没有再比这个更好的了 所以每一个生命的创造 都是何其的美好 何其的宝贵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 主作美好的宫 祝你平安 喜乐 如果你有任何话 想要跟英如聊一聊 欢迎你写信到 台北邮政信箱 44-80号 或是进到 旧文之声网络留言板 以及心灵丸岛的粉丝团 都可以用这些的管道呢 跟英如来联络哦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祝一静 懂美好的宫 在我身上 有美好的宫 祝一静 将美好带进 我们生命中 你我一语装不同 生命里能有诸多美好 一种简单快乐的需要 求助 让我能尝见你的笑 说你找我原本就已很美妙 天上的云和小鸟 远方的山眼前的青草 大树 都唱有你对我的好 祝你的功在我身上是美妙 生的美好 生的美好 神的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